中国火星探测器首次两项并不是最先进的 却令美国刮目相看 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近日公布了 暂定名为火星一号的探测器的照片 这是我国火星探测器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展现真容 照片显示 这个火星探测器包含环绕器 着陆器和巡视器三大部分 将由长征五号在2020年送入太空 并计划于2021年7月前抵达火星 火星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有可能存在生命体的星球 因此探测火星成为世界各国太空研究的首要任务 而2020年则是重要的时间窗口 这一年火星则将抵达距地球最近为止 错过这一时期必须再等两年之久 因此除了我们 美国 阿联酋 欧俄等多国 也在这一年实施火星探测任务 单从火星车看 我国并不是最先进的 而且还是首次实施火星登陆任务 为什么中国受关注度最高 主要还是在于我们将实现绕落寻一步到位 难度之大更胜于美 欧 俄等火星探测任务 这在火星探测领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为何如此说呢 火星又被称为航天气墳场 目前火星探测任务实施了45次 仅成功18次 成功率仅有40% 并且还没有任何国家能做到同步完成 绕落寻 没有美国同步完成了一次绕落的火星任务 欧洲曾两次尝试冲击同步完成绕落任务 均以失败而告终 可见其难度之大 由于此次火星任务的艰巨 我国也做足了准备工作 据悉 中国有关部门在戈壁滩建造了一个模拟基地 英国媒体评论称 这个白色的基地有包括生物舱 总控舱 气闸舱等九个舱体 和一个银色的群结 在那里可以体验火星生活 曾经在嫦娥4号任务成功时 美国国家航天局一位专家感叹道 我们再也不能说中国人只会跟着干了 这句话又何尝不是中国火星探测任务的写照 在火星任务中 中国同样在走一条自己的路